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2日,今天繼續講一下醫護人員員工陣線。 員工陣線就已經投票通過了星期一的罷工,因為林鄭不封關等於送醫護前線及其陷家。 你沒有了家庭支柱,當然是會倒閉的,所以是送他們全家去死的,所以是沒辦法不罷工,在電缸火石之間別無選擇之下,唯有罷工。 罷工,罷工,罷工,這個迫於無奈的,即是你沒理由判了一條命出去的,有意義就說判了一條命出去,是沒意義的,為什麼沒意義? 你繼續上班,你都是想救更多的人,但是他不封關,你是連原有的病人都救不了,因為我之前有一集都講過武漢現在什麼情況, 你那些什麼血壓院啊,各樣那些人呢,由於你是一車車武漢病人走進去的時候呢,整個醫院爆了牌的。 簡單說就是,他是over了,超過了你那個醫院的醫療負荷量,carrying capacity。 那你超過了carrying capacity的時候呢,你的負載量爆了煲啊,那你用爆了一樣東西,你知道什麼結果的啦,就等於你那盒口罩,你每天用10個喔,啊,你明白什麼事啦,結果就不夠口罩用咯。 那如果你一車車武漢病人車進去,就算你開足工,結果就會醫療人員全部病了,包括全家,和整個醫院的病人。 你說不是啊,有隔離病房啊,隔離病房裝到多少人啊?極速改裝隔離病房咯。 那就是沒有隔離病房咯。 因為極速改裝的意思就是說,你那些都粗制濫造的。 還有,當整個醫院都是隔離病房的時候,那些就不叫隔離病房啦。 是隔離病房的,隔離那間咯,就不是isolated,而是laboring。 隔離那間病房啊,我知道。 是呀,近日入了10個武肺啊。 哦,那我們在隔離病房,我們應該安全的,是嗎?不會受到感染。 隔離那間就是武肺咯。 哦,是呀,我們也是武肺咯,這麼巧咯。 拍維他奶廣告嗎? 喂,什麼這麼巧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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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真的僅有一隻在左緊咯。 那麼到時莫講說深切治療部,啊,就算總偶科啊,什麼科物科啊,都會變成武肺科咯。 清一色的武肺科。 就算是放射治療科啊,你經常要照廢片,都會變成武肺科咯。 到時呢,放射治療科可能呢,看著那些廢片的時候,就是你要照廢片的嘛。 那就以磨砂玻璃來劃分了。 因為全文啊,都不是全文,是真的。 我見過一張照片,就是你那個廢片呢,拍完那個磨砂玻璃那樣的。 啊,拍過X光片出來,整個廢片纖維化了,變成磨砂玻璃。 比沙士更厲害那時候。 那到時呢,放射科的那些姑娘啊,阿sir啊,這樣呢,就會在這裡說了。 要磨砂玻璃都分不同層次。 3號,古典磨砂。 4號,現代磨砂。 6號,混合式磨砂。 全部都磨砂磨砂磨砂。 9號,CT scan 腎部。 嘩,這麼神奇呢?有腎照啊,今天? 是,照完腎再照廢。 這個,花式磨砂。 是啊,到時呀,放射科可能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是穿了全身防護服那些咯。 但是不是咯。 因為,之前我照過CT scan,他那些都是沒有全身防護服的,我見到。 所以都很危險下。 是沒有辦法的,這件事。 因為你過了負載量的時候呢,就只會四個字。 累幾累人。 累幾累人。 那我想現在,在罷工的同事們呢, 心裡面,有幾條刺的。 那是必然的啦。 那第一條刺就是呢,會覺得對不起病人。 因為始終呢,咯。 即是走了的時候,就沒有醫治他們各樣的。 但是其實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就算在那裡,情況可以說沒有分別。 而且搞不好封關這件事更差。 那至少是撇清責任,可以跟你說。 撇清責任。 因為到時,你沒有辦法的。 你可能醫治他的時候呢,那個人是餵潰羊的。 給你醫治好餵潰羊。 那接著感染了母肺。 是啊,醫院現在是高危地方來的嘛。 那是你醫術高明啊。 還是他命當該絕呢? 即是你醫術高明,就醫好了餵潰羊了。 寬天喜地走出去的時候,兩天後送回去。 Sorry,沒有肺。 多謝林鄭月娥,刺下你的母肺。 而林鄭月娥啊,拒絕這個封關呢,也必然的。 總會整色整水,做不同的事情。 他遲一天封關,就多一分危險。 現在是,好極危險。 那這個是第一條刺啦。 就是好像,對不起病人。 但是沒有這回事。 因為在不在都結果一樣的時候, 甚至乎更加verse,因為你做不到任何事情。 在不在的結果一樣的時候, 至少要對得住自己家人先啦。 就這麼簡單。 因為至少,對你身邊的人負了責任先啦。 如果結果一樣的時候, 罷工是需要勇氣的。 你不要說。 因為第二點,排名不分先後啦。 雖然這點就,可能不是他們的 concern 的了。 就是他們醫護人員罷得工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預料了。 可以跟你說,不能回頭的。 因為呢,方丈人很小器。 那就是呢,第二樣的當然是怕這個政治清算啦。 這個,自從啊, 惡如淚流下之後, 哭包陳肇始。 啊,那他在這裏說什麼呀? 感受到前線員工的壓力。 不過呢,仍然是一車車的武漢病人, 會車過去的啊。 還有呢,這些很流行的一樣東西是什麼呀? 叫做一手硬一手軟。 怎樣一手硬一手軟啊? 軟的就跟你說,哎呀,我們好感受到你們的壓力啊。 但是硬的呢,又在這裏道德歉持你們的啊。 包括,第一樣東西,找個馬例的前副院長,李國維。 前副院長就是不在其位的啦。 然後,無緣無故拉到說三、說四。 所以,其實是不用理的。 不過呢,他就在這裏說什麼呀? 霸工是成人之危。 他呀,變成前副院長。 保心他就披甲上陣啦。 那這些人一定出聲的啊。 為什麼呀? 喂,你們全部霸工的時候啊, 是不是到這些人上啊? 所以,他一定譴責你的。 就等於,你打後排的一定譴責前線做什麼不上的。 你們走完還有人的。 所以呢,是出於自身利益去譴責你們的。 等於陳肇始那些都是的。 嘩,你們走完還得了的? 變了他們的忠實支持者啊。 嘩,不是要披甲上陣? 這樣啊,他們管理層會受到很大的壓力的。 好啦,但是呢,除了道德綁架你們, 包括那個呀,說你們什麼呀? 沒有黑俊幾職的范紅玲。 他說那些醫護人員沒有黑俊幾職啊。 那看下他有幾黑俊幾職了。 之前在中信財富做那時候, 炒洞Accumulator的澳洲子補了仙沒有? 哦,原來炒Accumulator是黑俊幾職。 多謝了。 還有這個范紅玲,之前有一集講過了, 派他做醫管局主席呀。 當然就是這個羅返招勳,羅返天使的阿哥。 当然就是去hack着医管局那班啦 好了,除了口珠不伐之外呢 还有实质行动的哦 因为这个国家机器来的嘛 一级维稳 那昨天就发生了几件事了哦 那第一样东西就是啊 对所有罢工的医护 和非罢工的医护 就是想你不要参加那个员工阵线了嘛 这个是目的 那目的有了个target 就有手段的啦 那个手段是什么呢 有一样东西他跟你说 你这个罢工的record是会继续7年的哦 哇,你吓鬼啊 所以我说呢 其实员工阵线都要想咯 那些罢工的医护 想什么呀 不是想妥协哦 你见过水壶转的啦 接受招安之后会怎样啊 逐个清算咯 不接受招安啊 你都还可以团结一致 都还有一线生机 就是等于以前那些鬼故而已嘛 跟你说什么的 如果后面有人叫你的名字 千万不要往回头啊 是的,就等于行山那样的 你走下走下 千万不要往后面 如果不是你走不上去的啦 这条路很漫长的 做了没得往回头的 你回头的话呢 就会累死了整群人 可以跟你说 累死了自己 因为他清算了你围内那些 就都清算你咯 这个是共共一向的手法 还有水壶转招安完之后啊 送干那些 那接着你见一个个啦 想吊的想吊 派往前线的派往前线 死的死伤的伤 所以回头的时候呢 你一定是被派往最前线最前线 还有不知为什么刚好得这么巧的 抽身死签的时候呢 你那支一定是死签来的 那你不要质疑那个抽签制度啦 当然 因为一定是假的嘛 无需质疑 对啦 那讲了这个 记录会保持七年啦 第一样东西啦 第二样东西就是啊 员工阵线的Facebook呢 就不知为什么他这么 超能力啊 竟然可以联络到这个猪黑八格 呃 我想不是的 联络亚洲部总事而已 那结果啊 员工阵线的Facebook呢 是被人下了假的 那你看一下 一手硬一手远 这手就硬了 啊 让你组织不了 员工阵线有个Telegram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 那我放了在下面条链 那你见到啦 啊 找个喊包陈兆史出来 去拢略那些呢 反对罢工那些人啊 的同情心 同时间呢 打压是 无时无刻都在啊 可以跟你讲 无时无刻都在 他不会放过你的 那所以呢 其实罢工的医护啊 都要想定后路的了 就是制度崩坏 医护这个专业资格啊 啊 其实是可以准备定啊 申请移民的了 不过暂时来讲呢 由于啊 香港即将成为易埠 那所以呢 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那你可以先找定些资料先啦 就是移民啊 各样那些资料啦 啊 没办法的啦 那但是呢 我最不想见到啦 不过易 啊 就是悲观点讲的 极有可能都会 有一批人啦 会被人夹回头 什么叫被人夹回头啊 我就是都不封关啦 你吹我 杖啊 那结果呢 就有一批医护 哎 你都是不封关 那我们争取了那么多都封不了关啦 还有呢 他就跟你讲啦 饭红灵那些 果然是饭红灵啊 饭红的灵啊 那跟你讲 没用的 做这些事没用的 你不要理啊 没用 做了先 没用是之后的事 做了先 做了看看会怎样 永远这些人都是跟你讲没用的 做了先 一来保障自己的命 二来保障自己家人的命 三来有机会逼到政府让步 然后保障病人的命 这个是大功德来的 那如果做不到第三步 至少都做到头两步啊 还是怎样啊 我反过来说啊 你们不罢工 啊 那就继续去冲锋 医护不罢工 继续去冲锋 那会有个什么效果先 那继续啊 政府 不要说让不让步啊 他直接方法都不会想啊 方法都不会想啊 有一车车武汉肺炎那些病患 走过来 然后呢 摆在眼前的事实 就是你的carrying capacity 医疗负载量是会爆煲的 那你爆煲的时候 到最后呢 我另外录一集讲武汉肺炎那些 医院的惨犯 那最后整个医院轮陷啦 我们会见到 然后那些病人 啊 都会 就是不管你什么病都好 都会因为母肺而死 就是你胃肺羊 无端端母肺 跟着就走了了哦 你去照X纲而已 就是想着断手 去照X纲 跟着武汉肺炎走了哦 那所以是啊 我奉劝各位长期病患者 拿定药了 真是 如果有得拿的话啊 因为呢 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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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即将 成为最危险的地方 生日密近啊 除了坟场之外 第二样不努力的地方 就是医院啊 千万不要走过去啊 然后啊 留下的医护都会殉葬哦 病人殉葬 医护殉葬 医护家人殉葬 到时又来啦 可以获得林郑月娥班下的医护奖壮一张 啊 是不是很吸引呢 那另一方面啊 当然啊 就是担心 还有也都有一个叫做 幸存者的罪咎感啊 什么叫幸存者罪咎感呢 就是留下那些 其他的医护可能觉得不公平 那样 人家瘦身的嘛 人家选择份量的嘛 还有人家选择奖壮的嘛 这些叫人各有志啊 没有说公不公平 你们呢 就是持工的医护啊 是已经有很大的压力的了 啊 你们是 不是没有成本的大佬 罢工需要更大的勇气啊大佬 一来会受到政府无理的打压 二来呢 没有人工收啊大佬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没有成本的哦 只不过接受这个成本 这些叫什么呀 投资学来说呢 这样东西就叫止蚀离场啊 哇 明知整个深渊来的 你不要看过去啊 真是 罢工啊 割席啊 当你刑事深渊时 深渊也在刑事你啊 哇 别搞别搞 快点走快点走 有得走 快点走 搞不定搞不定 加上去玩水染金山哦 他早有一天啊 你回望的时候啊 哎 可能会觉得当日 做对决定啊 加上不是股灾啊 是医疗之灾啊 就是那句咯 你没可能啊 要那些医护 去应付这种核武级别 有伊波拉 艾滋病 沙士变种 的超级核武型病毒的 大佬 加上就等于以前啦 311那个时候啊 就是2011年呢 311日本大地震 跟着呢 那个福岛核电厂啊 不是核泄漏的 然后你要找那些 啊 福岛核电站那些人走进去啊 Fukushima 加上 这个核武级别的 那没有 如果有日本人式的 没有士道精神啊 啊 那是可能OK咯 就是没有士道精神啊 今次是 但是没理由要求 个个都 Samurai 的嘛 我说不知 加上玩些这样的东西 又是啦 介绍一套戏给大家看 又是啦 最后无事 那今次不是只说 哒哒哒哒哒哒哒 唐秘党居 今次我在下面呢 又弄了一条 最后无事的link 那医护人员可以 卡去看一下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